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外公家可以吃到白花卷时 奶奶家才刚吃上黑花卷 小六家那时候也刚吃到黑花卷 吃世上的贫乏并不妨碍我们在夏天的忙忙碌碌 我们最忙的就是找各种好吃的 从村里到村外 心里想着的眼中搜寻着的 都是那些能吃的好东西 估计那时候大人们应该是非常不喜欢 我们这群蝗虫死的孩子们的 村子前面沿着我们家门口 有一条清车见底的小河流过 河底的黄泥间总有一些小鱼小虾 那是我们夏天最爱的美味之一 那小河特别细小 水浅浅的刚刚没到我们的脚坏处 所以我们可以随意在里面玩 很多时候我们都将时间消磨在了 用各种工具逮鱼虾上 虽然逮不到很多 但每次都可以有那么一小碗的收获 小回青瓦覆盖的老旧灶屋里 看着外婆烧锅 妈妈站在灶台前 翻动着锅里被收拾的非常干净的小鱼小虾 闻着那飘散出来的特殊香味 满足的笑容就那么长久的停留在我们的脸上 外婆非常喜欢吃鱼 所以干完了地理的活计 外公总是不停歇地扛上她的大鱼网 去村外的河沟小湖里撒鱼 我们最欢快的时光就是能随着她一起 帮她拎着那只已经泛黑的小白桶 欢喜着那或多或少的收获 回到家里 外婆和妈妈在前院的压水井旁将鱼虾收拾干净 该熬汤的熬汤 该煎炸的煎炸 鱼香攀着矮矮的乌炎飘散出来 满无满怨 用白花卷或白馒头蘸着鱼汤的回味 至今仍萦绕着我 挥散不去 那时候父亲在离家几百里的山区工作 那个公司附近都是大山 交通不便 所以他只有在农忙或春节时才回家来 不过因为那些绵绵的大山 我们可以吃到一些当时的稀罕物 花生 核桃 白果和大米等等 山中物产丰富 他可以或自己去摘或去农人那里买 总之每次他回家来都是大包小包的 也是我们三姐弟最盼望的 外婆和妈妈因为健康原因 虽然十分喜欢鱼汤 但他们不能多吃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做给我们吃的高昂热情 父亲带回来的好东西 也都通过他们的巧手变成各种美味 一年夏天在计划了很久后 外公开始着手在小河里 挖一个长方形的小池塘 用来种莲藕 那时候蔬菜很少 各家都想方设法开荒拓地 用来增加吃食的镜像 外公的行动引来了村里所有孩子们的兴趣 大家围着河边 或看热闹或帮忙 外婆有时候也会搬一把老旧的木椅子 坐在河边的大枣树下 边摇着大扑扇 边笑看着我们随外公忙忙碌碌 河对岸就是一大片棉花地 妈妈不停地在地里忙碌着 那时的天空很高远 沿着的天气里 风总是与我们捉迷藏 我家阿皇换快地跑动着 一会儿跑到河边看外公挖堂 一会儿跑到山羊那里追蝴蝶 一会儿又乖乖地窝在外婆脚边 狗头四下转动着 生怕错过了什么有趣的场景 夜晚来临时 我们会在前院的杏树下搭起蚊帐 天黑下来后 明天四周就会泛起浅绿色的光点 一群群一簇簇的晃动着 那是夏夜的萤火虫 伴着漆黑的夜色 将我们带进了童话仙境 有时候我们会拿了妈妈给我们缝制的粗纱布袋子 去捉一些萤火虫回来 放飞在蚊帐内 躺在他人的围席上 看他们飞在那长方形的白帐子内 渐渐进入甜美的梦乡 夏夜最让我们感觉烦躁的是 蛆蛆们的叫声 一声叠着一声地叫喊着 就不知道累的 不过他们也是我们的美味 我们将他们捉了交给外婆和妈妈 他们负责将蛆蛆收拾好 炒成焦素的美味 当时我和小六都觉得这样的美味 比白馒头蘸鱼汤都要好吃上几十倍 你们试过蛆蛆或骂蚂吗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交流 那时候我们享受着外婆他们烹制的美味 同时也被要求去做一些辛苦的事情 外婆和东霖外婆一样 喜欢喝蒲公英花茶 东霖外婆总是让她孙女去采花 我们的外婆只为了我们去村外的河湖边采 蒲公英花看着到处都是 可一旦真的要采 还是很费劲的 我外婆的一个梦想是将蒲公英花 做成好吃的饼干 可惜那时候没这个条件 下期视频 我将尝试着用蒲公英花来为天堂里的外公外婆 做一个好吃的蛋糕 如果你也感兴趣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视频来看看 失去移动的飞快 转眼间就到了我可以决定我的小家庭 每日吃什么的时候 我是中原人 河南是一个吃馒头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白馒头市场被端上我们的餐桌 即使到了丹麦 我也是这样的习惯 我先生虽然是丹麦人 但时不时地也可以吃上一个白馒头 不过我也在找寻着各种比较健康的食材 像这些混合了各种粗粮的馒头 就是其中的一些 每次蒸馒头时 我总是试着将两三种不同的食材混合在一起 在口味得到平衡的同时 达到有利于健康的效果 做这些单颜色的馒头时 总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到和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幸福和艰苦混合的滋味翻滚在心里 记得当时奶奶病重时 曾对我叔叔和姑姑说过 以后如果可能 就一定要吃得更健康一些 我想她那时已经深切地意识到了 他们生活方式中 某些不健康的方面 她是因胃癌去世的 反思是非常必要的 如今再回首祖辈们的食物 从某种角度讲 的确是十分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他们尽力去寻找野菜 同时想办法栽种不同的蔬菜 主食能吃到就差不多了 并不会做多 更不会吃多 我和小六曾经不止一次地 说起过老一辈的这些难以改变的习惯 因为在她家 她妈妈也是个老顽固 什么都不愿意改变 做饭她预估的量来做 争取做到一点不剩下 如果有剩余 下一顿必须先吃剩饭 然后再吃心做 不过我和小六也有执心难以更改的习惯 也许是经历过吃不饱的煎熬 我们总是怕做得不够家人们吃 每次做饭总是想着稍微多做点 以至于有的时候甚至做了几天都吃不完的量 看着那好好的食物 怎么也不舍得丢弃 所以上一顿吃了 下一顿接着吃 儿子和先生曾经多次批评过我这个坏习惯 我也真心地想改变 但是下意识地在下次做饭时 又做多了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 吃生菜生饭会影响健康 也因此 我在慢慢地尝试着改变自己的习惯 有时候回想到过去我们吃的那些美味 就会不由地按照回忆 去做一些给家人吃 同时讲讲那个时候的事情 这样的家庭时光很特别 他们顺着我的思路 不仅吃到了不同的食物 也了解了这些食物背后的辛酸和快乐 我妈一直有个好习惯 做饭时很注意食材的平衡 菜做的多些 肉和主食的量会稍微少些 蒸馒头时 他还加一些玉米粉 说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父亲非常满意母亲这样的做法 他说 吃到这类馒头时 总像是在拒绝回忆 姐姐和妈妈的习惯差不多 他觉得吃粗粮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做贡献 因为这样 那些还在忍饥挨饿的人们 就有可能从我们节省下来的粮食中 得到一些救助 我挺认同这个观点的 作为普通人 我们只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那我们这个地球就有更大的机会变得更好 从过去的不得不吃黑窝窝 到现在人们都在为了自己的健康 找寻着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健康的目的 近年来渐渐流行起来的挖野菜 吃粗粮 总是时不时的将我带回过去的日子 如今的黑窝窝 黑花卷 白花卷 不管是哪一种 除了口味上有些变换 样子和过去还是那么的相似 这样的流行趋势就像一个圆 我们从那个起点走来 一路上寻找 并不断满足着不同时期的需求 渐渐地又向起点靠近 不过我们终将偏离那个起点 向一个更高的起点走去 感谢观看